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高耗水 高耗电的特性之外 最受争议的便是环境污染的部分 一份成大的研究报告指出 一贯炼钢厂在进行铁矿砂烧结制成时 所产生的金属粒状物会随着空气排出 是主要的空气污染排放源 台湾炼钢厂约有二十几家 工厂加速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 长期关注高屏地区空污现象的地球公民基金会 发现高屏地区近三年来的悬浮维力 年均浓度符合空品标准率是全台最低 炼钢过程中主要产生两种废弃物 一种是含有各种重金属的炉茶 被归类为一般事业废弃物 另一种则是含有剧毒带要心与各种重金属的集成灰 被定义为有害事业废弃物 这些废弃物按照废弃物清理法的规则 需要被妥善处理 反观环保术并未正视事业废弃物的流向管理失序的问题 现在正积极地想帮企业消耗无处可去的事业废弃物 正在左手推行事业废弃物填海造岛政策 环保团体质疑 政府连陆地上的管理都管不好了 更何况是海底呢 有一位年轻的女舞者因为受伤而陷入低潮 对未来彷徨时 她选择到柬埔寨去当志工 没有想到让自己的想法豁然开朗 现在她的舞蹈有了更多不一样的展现方式 她是on stage表艺方创办人张文艺 她把需要关注的社会议题搬上舞台 用戏剧带领更多人看见这个社会 除了戏剧表演之外 张文艺还针对自闭症与亚斯伯格症的小孩 做一对一的舞蹈与英文教学 她曾经是职业舞者 然而却在一次严重的受伤之后 不得不放弃热爱的舞蹈工作 也从此陷入了三年的人生低潮 种种挫折直到她加入以利国际服务 担任柬埔寨的志工领队以后 一切才开始有了转变 在服务的过程中 其实你就能够很深刻的感觉到 两个世界的差异 小孩子 富人 村民 他们贫穷的生活就很直接的展现在你眼前 你就在当地 那个震撼是最真实的 在这趟旅程中我觉得服务别人这件事情 对我的生命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 国际志工服务让她重新找回生命的热情 希望这些正面的力量能够在更多人的心中 茁壮 成长 换个舞台跳出的舞蹈更精彩 正面的转变 希望可以鼓励更多人 勇于突破生命的困境 重新再出发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